大家好,我是大雄 这段时间俄罗斯一直在进攻 为了配合战场的进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进日 又有了一番新的表态 他阐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平的四个条件 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西方和乌克兰接受新的领土现实 乌克兰停止一切军事活动 乌克兰完全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这样一说 完全把跟乌克兰谈判的路彻底堵死了 以后 俄罗斯跟乌克兰看来 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谈判的可能性 那就打下去吧 俄罗斯终于撕下了谈判的虚伪面纱 开始露出恐怖的扩张的面容 不过 任何事情都是相反相成的 俄罗斯越有扩张野心 他的动力越大 那么西方国家对他的这种戒备心也就越重 阻力也就越大 有媒体报道说 岸田再次的给乌克兰追加45亿美元的援助 而韩国的老尹 则利用韩国的强大工业 在日夜不停的给乌军生产155毫米炮弹 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很有意思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援助俄罗斯的是朝鲜 援助乌克兰的是韩国 韩国跟朝鲜不对付 俄罗斯跟乌克兰也不对付 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跟朝鲜结成了同盟 然后韩国跟乌克兰结成同盟了呢 除了日本 韩国的援助之外 德国也计划 对乌克兰的军援增加一倍 从40亿欧元增加到80亿欧元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点也不假 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建新群 有人对俄乌战争莫不关心 反问乌克兰胜了 我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大了 不是知己的好处 而是见己的好处 眼光要长远一点 有句话说的好叫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那如果说我们是池子中的鱼的话 那如果池子里的水止住了 是不是会对我们有好处呢 这是肯定的 很多人呢 有一种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思想 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的 不要觉得大家都在暗上啊 其实很多人可能已经在水里面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乌克兰的胜利 既是捍卫了国际秩序 又是正义对邪恶的一种胜利 在这场较量中 乌克兰一定要取得胜利 因为乌克兰这是保驾卫国 是反抗侵略 假如乌克兰失败了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世界上所有支持正义的国家的失败 必须要让侵略者付出代价 让他不敢再有侵略的行为 断绝侵略的念想 美国前总统候选人 卢姆尼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历史告诉我们 如果有一个国家 觉得入侵另外一个国家 不会承担什么后果 那么暴力就会蔓延 所有人都可能有危险 回顾历史 当德国在入侵波兰的时候 波兰能够顶住 那么估计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现在 俄乌战争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最心急如焚的就是小泽 刚刚参加完阿根廷新总统米莱的就职典礼 泽连斯基就应邀赶到了美国 泽连斯基再次访问美国 试图说服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前往了华盛顿 并邀请一群MAGA共和党人参加会议 试图推动美国接触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尔班这个混蛋不仅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 还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加入他的行列 斗争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这真的是剑拔弩唱针锋相对 前段时间看到泽连斯基在参加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就职典礼上 就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这一次估计也不可避免 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 他们两个人肯定还会争吵 看来欧尔班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乌克兰了 我觉得他的意图绝对不会得逞 在欧盟他阻止不了乌克兰加入 在美国他也阻止不了美国的军援 他就是一个漂亮小丑 不信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是不是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 乌克兰一定要挺住啊 而且一定要想法的把俄罗斯全部给赶出去 这个意义太大了 如果乌克兰能够顶住 那么未来大概率就不会变差 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 反正如果乌克兰战败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 会全面的接收美国及北约 向乌克兰援助的武器 这样的话就会助长俄罗斯的扩张野心 甚至不排除跟北约开火 有人认为俄罗斯不敢跟北约开火 我不认为俄罗斯一百多年来 面积扩大了三百多倍 不是在扩张 就是在扩张的当中 谁能保证俄罗斯不主动的招惹北约呢 最近激烈的俄乌战场上 出现了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一幕 中国一款用于农业生产的全地形车 竟然成了俄乌战场上的主角 帮助俄军成功稳定了前线的局势 令乌军头疼不已 为了摧毁这款全地形车 乌军近日真是伤透了脑筋 不仅派出了无人机进行定点追杀 甚至连导弹都用上了 这才好不容易摧毁两辆这款 被网友牺牲为山东猫的沙漠穿越者 1000-3全地形车 对此美媒甚至还大肆吹嘘 这标志着俄罗斯在持续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挫折 将这形容成为乌军在俄乌战场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款山东猫现在确实已经成了乌克兰和美西方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让泽连斯基等人绝望的是 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款神器是相当重视 虽然这次被乌军摧毁两辆 但是俄罗斯已经一口气采购了2100多辆该型号的全地形车 并且普京此前还亲自视察了这款车 对这款车的性能表示了高度认可 强调了增强这款全地形车军事库存的重要性 所以未来俄罗斯很有可能还将采购更多这款全地形车 这无疑就让乌克兰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 要是大量的使用导弹来摧毁这款农用车辆啊 无疑是大炮打蚊子 不管能不能摧毁都是亏本的 乌军对这款全地形车实际上是相当无可奈何 那么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好奇 这款中国山东生产的农用车辆 在俄乌战场上到底能够派上什么用场呢 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 首先现在的俄乌战局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这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呀 谁拥有更强的后勤能力 能够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充足的军需物资 就成了决定战局的最关键因素 而大家都知道啊 即将进入冬天的俄乌战场 交通情况极差啊 很多地面都十分的潮湿和泥泞 普通的装甲车辆在其中移动非常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地形车的高通过性高速度和目标小 不容易遭到打击的优势啊 就成为得到充分发挥 有效保障前线俄军的补给 增强前线俄军的战斗力了 其次这款全地形车独特的可装卸式车斗 赋予其极强的改装性 使其在承担物资运输等任务的同时啊 还可以通过装载救护单架 无人机发射模块乃至火箭弹发射架的 承担其他重要任务 简直堪称是俄乌战场上的多变手啊 极大减少了俄军对其他特种车辆的需求和成本 自然深受俄方青睐 最后这款全地形车的价格也非常的低啊 国内售价连十万元都不到 而卖给俄罗斯出口版售价也才十六万元左右 还针对俄方需求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改进 提升了这款全地形车的耐用性和舒适性 这么物美价廉的好产品呢 也难怪俄罗斯会这么着急的大量的进口 不得不说呀 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 虽然中方在俄乌冲突中一直保持中立态度 从没有向俄乌双方提供过军事物资 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很多的民用产品呢 还是因为其物美价廉 技术先进等优点受到欢迎 甚至是在这场俄乌冲突中 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能否买到更多的中国制造啊 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影响俄乌战局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点 现在俄罗斯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开始准备大量的进口中国制造了 而对乌坎来说啊 显然也逐渐意识到了中国制造的重要性 明白自己手中的美西方武器啊 根本对付不了这些中国民用产品 只有学习俄罗斯 大量进口中国产品 才能为自己挽回一些优势 弥补自己在后勤等方面的严重短板 不过对于乌坎来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自然还是钱 西方的军员 资林斯基还可以通过赦账的方式来直接索要 但想要向中国企业购买民用产品 自然就非得拿出真金白银出来 不可了 现在俄乌战局已经进入最关键的紧要关头 若是这时候 资林斯基政府啊 还舍不得大出血 拿出大笔的资金 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民用产品 满足自己前线的作战需求 恐怕未来的俄乌战局只会加速 向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 倾斜了 爱好和平的人们 希望乌克兰能够取得伟大的 为国战争的胜利 这既是对正义的期盼 又是对文明的期待 更是对光明的期望 从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方面来讲 乌克兰赢得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关键了 让我们共同祝福 横切祷告 祝愿乌克兰能够取得这场伟大的 为国战争胜利 并勇享太平和安宁 加油